震灰路 弹坑路 一道道难关横垫在前 而所要驾驶的车辆 更是这样一个大坏头 这是技术与心理的双重考验 登山运输车 手里只有C本驾照的子萱决定 还是从乘坐体验开始 这个视野真惶惶 我们现在 要过震灰路啦 刚刚开的速度是多少 刚刚开的速度是20 20 对 得亏着有个安全带在这 一段震灰路开下来 子萱已经有些天旋地转的感觉了